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任何人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所有人也都是大海的儿女 学习任何一项极限运动都不容易 尤其是当你想玩到极致的时候 真正的渔猎远远比自由钱本身困难得多 这不只是因为你要学习大量的海洋知识和生物习性 操作复杂的装备 更因为你要让自己身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下 那是真正的海洋 在这里你身边的环境会变得完全不一样 所有的一切都会让你感觉紧张和恐惧 颠簸和风浪 荒芜和水压 寒冷和激流 未知的生物 等等等等 这里没有陆地 也没有空气 你必须忘记一切 甚至忘记呼吸 你不得不对抗人类的生理和自我的本能 让自己适应海里一切的不适 你心里只有你自己和你的目标 没有任何一项陆地运动 像潜水一样 自从鱼猎以后我们都很少买鱼 鱼和其他海产都是人类的主要食物 鱼猎让我更关注这些食物被获取的途径 让我在享受海洋的馈赠的时候 也学会了对海洋的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